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一百问 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富足人生一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很多 人生当中各式各样的困扰 那除了困扰之外呢 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快乐 有时候会感到开心 富足满足等等 那但是我想大家可能 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会觉得说 这样的情绪 它没有办法维持很久 可能比较多的是不快乐 不开心 可能比较多的是忧郁 在今天的单元当中 我们好好来聊一聊 为什么当我们听到音乐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变化 那么在今天呢 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盛德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夏宇你好 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导师呢 也都有创作很多的歌曲 我们常常在 单元的最后呢 或是休息的时候 也都会播 老师的歌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 就是说音乐 它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会听到曼歌 会觉得伤心 听到情歌 会觉得幸福呢 这个观点是什么 这就是我说的 其实文字啊 它有它的力量 当文字凑成一句话的时候 它有一句话的力量 当把这句话呢 用音符啊 把它这个演绎出来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种力量 所以我们一般人觉得 听歌就是听歌 就是心仿音乐 天津地 但是有的时候 可能在听音乐的同时 会接触到不好的能量 它的确会影响到 我们身上的每个细胞 心中的感受 以及对于灵魂啊 可能有某种的震荡 我们还不知道 当被音乐可能 牵着牵着 生活的劲 没有变好 反而变得更差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有些人他搞不清楚 为什么 这个生活 好像不如从前 搞了半天 他可能不知道 就是因为音乐听错了 他听得越来越 负能量的歌曲 听多了 可能就把自己 拉到不好的境界 导师创作了很多歌曲嘛 导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发现跟知道说 音乐它具有这么大的 一个能量呢 其实我以前就有注意到 尤其小时候 那个时候 好像是穷瑶电影 正经的时候 那个音乐 一下来的时候 那个配乐 在跟着电影的这种 荧幕一下来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 这个有音乐 还没有音乐的感觉 好像差很多 真的 光是电影 男女主角在 这个演出的时候 是一种味道 但是 那个 后面又有这种 这个主题曲 想起来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 哇 那个情境 更加的有画面 嗯 那我就 慢慢的 就感受到音乐 它有它的力量 以及它会影响到 人的思维 以及感情的发挥 嗯 所以这些年 我都在研究一些 比较正能量的歌曲 来帮助世人 嗯 因为听到 一些好的音乐呢 嗯 让它接触到 所谓 音乐传递的正能量 而改变了它的生命 嗯 对音乐确实 它具有很大的 影响力哦 我就 刚刚老师 在分享过程当中 我都突然想到 一个经历 我在很多年前呢 曾经跟一群朋友 去KTV唱歌 那 呃 在这个 呃 一群朋友当中 有男生 有女生嘛 其实白天相处的时候 都还好 但是一唱歌 一喝酒 哇 这感觉 整个人都变得不太一样 诶 开始就女生 开始掉眼泪啊 男生搂搂抱抱啊 然后我瞬间有一种 我好像来到个 很奇怪的地方 诶 可是一离开 有趣的是 一离开KTV 诶 他们又突然恢复正常了 诶 就是诶 在这个里面 它所带出的 那个影响 真的是 有时候会超出 我们的理智 的想象 对 其实 说穿的 它就是一种能量 嗯 你说播一首 比较romantic的音乐 嗯 它就能量 牵引着 那 比如说 不同的人 他听到 诶 刚好是一首 比较 这个romantic的音乐呢 他会把它带到 比较这种 浪漫的方向 嗯 在那个时候 它这种能量呢 又会在 聚集的多少之间 啊 去影响 那个人的思维 以及情绪 嗯 既然那个人的思维 情绪改变了 他也许 他的话语 啊 或者是表现 也改变 嗯 那这个是音乐的力量 所以说人好像 有多么的理智 但好像也没有嘛 对不对 人还是蛮容易 被撑着鼻子走 哈哈哈哈 看人 大部分的人 是的确会做到 音乐的力量 但是还有一些人是 呃 不管听了什么音乐 他都没感觉的 也有 哦 哦 是 所以还真的是要为自己 慎选音乐 那像是有一些人会说 诶 伤心的人不要听慢歌嘛 所以就导师的立场来说 这种所谓伤心啊 或是节奏比较 呃 你刚才说哀伤 有小调的歌曲 是不是会 可以尽量的少接触呢 我想这个 应该是 平息啊 平比 这个音乐的最后 它到底是 秀出来的是 往正的方向走的能量 还是往负的方向走的能量 嗯 如果你听了半天呢 你没有因为 听了歌曲 让你的哀伤之意啊 能够有所缓解 而且越听越哀伤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个歌一定是负面能量 让你往不好的地方越走越深 嗯 如果你在哀伤的时候 诶 你听了一首歌 你觉得你听完 诶 这个心中好像有一种欣喜的感觉 不像刚刚那么哀伤了 嗯 诶 那这个可能就是音乐为它带来的某种气息 嗯 一种朝向光明的大道呢 嗯 慢慢的前进 嗯 那这些东西 如人云水冷暖自知 嗯 那的确我们有很多的学员 啊 在这个心情啊 反正每天 这个面对红尘嘛 总是有那么多的事情 嗯 不是那么随时都是那么快乐的心境 嗯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诶 我鼓励他们多听听我的歌曲 嗯 诶 他们有二话不说啊 就赶快去听 嗯 刹那经真的发现到听和没听差别非常非常的大 嗯 原先还是觉得愁晕惨悟的 诶 听了我的歌曲之后 诶 一首歌播完 他觉得OK了 嗯 或者是一首歌听还不过瘾 嗯 连续听了几首 诶 他觉得刚刚为什么我那么想不开 对下一旁又好了 然后又恢复正常 嗯 那他就会比较 以前没有听 我的歌曲 嗯 他那个时候 如果沉浸了经验 遇到这样的情形 他可能越走 越往复眠的 嗯 越陷越深 然后现在接触到超级声音密码 接触到太阳声的歌曲 嗯 诶 他发现这些歌曲的的确确 有它的一个能量的这种拉靶 嗯 把它拉起来 嗯 诶 就不会陷在凝岭之中 嗯 所以 这 这些日子以来 很多人 听了我的歌曲 都感受到有相当的power 我记得我在很久以前 曾经问过 好像跟老师分享吧 还是什么 我也忘了 那一次我跟老师说 诶 老师我觉得很神奇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伤或什么 可是听到老师的歌曲 听到后面就会掉眼泪 这到底是什么 什么奇怪的魔力 是 对啊 我歌曲 你听了会掉眼泪呢 不是听到人家感伤的那首歌 嗯 的富能量歌曲 嗯 哦 那么听到歌曲会掉眼泪的原因呢 绝大多数都是灵魂在流泪 灵魂在流泪 对 一种洗涤的这种效果 嗯 那灵魂听到了 他很有感触 所以他在流泪 嗯 所以很多人他说 我从来不流泪了 怎么一听到这歌曲 眼泪不由自主的会流出来 那这不是他的这个平常的流泪 而是他灵魂在流泪 嗯 对 呃 其实呢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流行歌曲 听了听了觉得很伤心开始哭 可是那个伤心是你眼泪即便停了 你的伤心是不会改变的 甚至可能会更加的伤心 可是听导师的歌曲 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感觉 反而是一种 因为被疗愈了 对 有一种被洗干净的感觉 是是 到底是这个歌词影响比较大还是音乐呢 歌词跟音乐都有 两个都有关系 嗯 所以我在做歌的时候 好 比如说我的曲下来 我先从曲的方面去做很严格的分析 嗯 每个曲的能量 啊 每一个季节 它能量走到什么程度 哦 这些在我作曲的时候都非常的注意 嗯 那么歌词下去的时候也会很注意歌词是怎么写的 嗯 它带来这首歌整个能量是怎么样 嗯 然后再放下这个歌词和这个旋律中的一些 哦 所谓的隐形密码 嗯 那么 那很多人就 真的如同 哦 大家的期盼呢 哎 这歌越听 它就越快乐 它越听就越富有 它越听还真的就是开牌了 嗯 哦 以前不开牌的事情 听完这歌曲 哎 他就慢慢的觉得 哎 生活开始顺了 嗯 那这就是能量在调的中 就是音乐就带来一个这么大的影响 所以可见平常真的更要仔细跟留意自己到底在听什么 因为这个歌曲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的字也会影响到你 嗯 它的旋律的音符也会影响到你 嗯 然后字和字音符还音符啊 就单独之间的抽在一块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你 以及这个旋律和歌词mix在一起之后产生的化学反应也会影响到 嗯 所以其实一首歌会影响到的人还蛮多 就是说它的那个意境啊影响人的地方还蛮多还蛮深的 嗯 其实这样一说呢我就想想到一件事情 当我们去想到某一些音乐类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去为这些音乐去加上某一些的气质 比方说当我们说到交响乐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哇 立刻想到哇音乐殿堂 充满了气质 进去都要小声说话 穿漂亮的衣服 对 好当我们说到黑色摇滚 哇你想象到的那个服装 化妆 还有台上台下那些人的情况 那又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气质 从这样的去去去去分享可能更更加具体 对 其实喜欢不同类型音乐的人 他所表现出来的气质 或者是他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你可以做大数据的去做一些调查 嗯 你可以不难发现的的确确是这样子 嗯 那你说嗯 经常在听很少很少音乐的人 你要把心静下来他比较难 嗯 如果他心静不下来 那人家如果说静中生智啊 嗯 那他心静不下来 他也许他就过得比较 毛毛躁躁 嗯 也不能说全然啦 但是这样子机会点可能大一点 就是说他的心是比较不能够这种热闹的 嗯 他觉得一离开了他就全身不自在 嗯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 他没有想的那么细啊 嗯 或者是他也没有时间这个环境 让他静下来想的很细 所以也许生活就会比较比较粗糙一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哦 如果我们做了一次的这个调查 嗯 然后再来看哦 绝大多数的人 当然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但是绝大多数的一个比值呢 那的的确确你就会看到 好 音乐的不同类型 它会影响到人不同的层面 嗯 那么 时间久了 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 嗯 所以这还不得不谨慎的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 嗯 真的耶 从小听这种交响乐 或者是听 嗯 比较正能量的音乐 长大的孩子 他所呈现跟展现出来的个性跟 嗯 这种气质不太一样 所以可也可想而知 他往后人生当中会遇到的人事物也会有很大极大化的一种不同的发展 其实是可以用逻辑就可以推算出来的 那么在单元的休息跟结束 我们常常都是由笑语为大家来挑选导师的歌曲 我想今天这个单元休息的之前呢 由导师来推荐一首导师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曲 其实我的每一首歌都有它的含义 嗯 嗯 那么我有一首歌叫做珍惜爱 嗯 那么这首歌很多人这个音乐一放出来的时候 它就很 啊 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掉下了眼泪 嗯 那么在这个意境的运作之中呢 嗯 他好像很多 以前想不通的 唱完这首歌他就想通了 嗯 或者他经常在唱这首歌呢 嗯 我认为以前好像很多隔阂啊 嗯 或者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 这个歌一直听一直听的时候 诶 他发现很多事情就没事了 嗯 所以这首歌对很多的学员或读者都有某种的含义在 今天有节目为大家介绍这一首因为爱 哦 不是 珍惜爱 珍惜爱 因为还有一首因为爱也是蛮厉害 哈哈 哈哈 那可能我们下一段可以分享 我们在首 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也要先稍作休息哦 刚刚在听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0255995439 0255995439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有太阳盛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珍惜爱 我生命迷我愿这份真爱 这种感受很感受很感恩因为爱 因为这爱不再遗憾 我愿珍惜因为我珍惜爱 这世界一天不能没有爱 因为我们依偎着这份情怀 直到未来 只要有尘埃 天荒地老永远会有了交代 却是此刻因此建设的未来 珍惜爱 我尝到了 人生精彩 珍惜爱 我掌握了 爱的偶然 我心里足 拥有着真爱 从复过着 珍惜爱的未来 阿公我们来玩捡红点 好呀 乖孙女儿 我们来用这副新出品的 甲骨文扑克牌吧 诶 这是什么牌呀 上面图案是什么 好漂亮哦 牌上面印了中国最早的古文字 叫做甲骨文 咱们一面玩牌 一面可以学习优美的 中国古文字哦 文创商品 陆赫松甲骨文扑克牌 订购请洽正达生计 02-2361-7268 新闻快报 机关署表示 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 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 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 新闻说 哦 说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 出现嗜睡 手脚无力 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 要迅速送医治疗 诶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 如果没有 我可是不准你抱baby哦 是 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 您在请洗手 以上广告 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一年当中有365天 其中星期六只有52天 每周六上午9点到10点 Dan and Aaron带你Chill 不认识博物馆 Gamma.com 网出通 一起登陆FM 104.1 Kalitas星球漫步 大家好 我是张新铭 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 我在正升台北调音台 FM 104.1 日光大道节目中 提供大家各种房地产投资买卖 政府政策与信息 带你了解房地产的世界 我是张新铭 收听日光大道 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 正升FM 104.1 生活保健 样样第一 健康小丁尼 跟着我们这样做 这里是正升台北调平台 FM 104.1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6点40分 早上起床之后 还是觉得没有精神吗 跟着我们一起 先用双手揉揉鼻翼 两侧的银香穴 再往上搓到额头 最后在两侧分开 沿着两颊慢慢的搓到下巴 反复20次 就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 精神就会更好了 早安大家长 关心您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一百问 欢迎回来 正升台北条平台 FM 104.1 进行的单元是 富足人生一百问 在单元当中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各式各样 在红尘俗世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遇到的 各式各样的问题 常常很多人觉得 主持人好像 在广播电台里面 比较无忧无虑 没有烦恼 没有 主持人跟大家一样 都是平凡人 我也会有很多 大家会有的烦恼 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 真的很荣幸 可以跟太阳上的导师 这样子的做访问 我自己也收获非常多 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上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夏宇你好 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好 所以刚刚在休息的过程当中 我们听了珍惜爱这首歌曲 那导师刚刚前面还有说到 一首是因为爱 那这个两个 因为爱跟珍惜爱 他所传递的内容 跟想要传递的讯息 就不太一样了 对吗 对 也就是这个 在不同我的讲座课程的 这个时间点的不同 推出的不同的歌曲 那么在每一次不同的时间点 或者是课程进行的同时 把歌曲介绍给大家 那么课程完了之后 大家一听到这歌曲的时候 心中有无限的感觉 对啊 对了 后面前的课程也上了 发现这个 自己进步了 然后在这歌词意境当中呢 又 有些收获 所以发现了这个 的确确的为 很多的我们的学员 读者带来了 很深的一种富有的感觉 嗯 我发现导师 做歌曲的速度 还算挺快的耶 导师是不是一年 就出了好几十首 对不对 像去年12月的大型活动呢 嗯 我就在这去年的下半年 大概三个月左右吧 做了12首歌 那么今年呢 我们因6月的大型活动 在桃园体育馆呢 嗯 那么我也在继续的 做12首新歌 嗯 那么我们借由这样子的 一个音乐响宴呢 嗯 不要很有压力的 我们以歌会友啊 嗯 而且这歌呢 不是那种老八股的歌 嗯 它是跟流行歌曲很像的 嗯 旋律都非常感动 这种非常有种power在那边 嗯 的一种感觉的 嗯 希望就借由这样的盛会呢 能够大家因为歌曲交流中 发现到哦 原来这个天地的爱啊 嗯 的确实实都在 而且呢 自己参与了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呢 发现哇 怎么回事 一参与以后就感觉富有的 嗯 这种人生啊 好像比以前的这个速度啊 要加快许多 嗯 那这的的的确确 很多参加过我们大型活动的朋友 都是有相同的感觉 而且像在这个精英会当中啊 每一次开始的时候会先唱两首歌曲 这是一个算是进化的一个开始吗 也就是一种把一种好的能量啊 嗯 调动起来 然后等于是一种共振 嗯 把这种 好 其实 呃 音乐可以为自己带来 很多方面的鼓强 嗯 好 也许 呃 你刚刚才下班 然后你就去参加精英会 或分享会 对 那么本来在想着办公室里面 不高兴的事情 嗯 哎 结果进到我们这样子的精英会的会场 分享会的会场 嗯 歌曲一唱 完全忘记了刚刚 或者这整天办公室里面 让你担忧的事情 嗯 哎 发现 哎 这还真的像世外桃源一样 然后就这样子的 好 比较容易的心门打开的情况下 那的的确确确在这样的一个精英会中 好 给自己带来了很多观念的这个 这个update 嗯 哎 就发现 哇 有参加跟没参加 差很多 嗯 那人生嘛 嗯 如果今天晚上因为一场精英会 让你感受到跟以往的不一样 自己也成长了一些 嗯 那心中的这种快乐指数也高了一些 那因为这样音乐的喜笛或者是结缘 嗯 也能够让自己真正感受到啊 这个音乐的powerful在哪里 这样子对于人生来讲 也是一件好事也是一大财富 嗯 不过因为像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呢 哦 如果长期收听我们这个单元的朋友就会知道 导师经常会分享很多爱与感恩的这个主题哦 但就是比较好奇是说 导师创作的这些灵感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因为导师的每一首创作的词 我有时候都觉得很赞叹 就是哇 怎么有办法写出这么优美的词句呢 都被逼而来的 被逼 真的 对啊 你像去年 这个年底的活动 大概在10月吧 10月的时候 我们这个活动的团队就说 导师你这个歌要都要出来了 要不然很多东西会不会来不及了 哇 我那时候手上还好几首 这个曲子都出来了 但是词还没填 嗯 那我就觉得哇 压力很大 但是有的时候 就如同我在书中所讲的 其实它就是data 嗯 它都在虚空中 看你会不会抓住这个data 就把它convert 变成这个我们歌词中的这种词句啊 来传递某种 比如说天地的爱啊 或者是人间的温暖啊 或者是一种 让人感受到一种舒服的 一种message 跟世人结缘 嗯 这样子 所以呢 大家真的很有福气 我们在广播当中 也可以听到导师的歌曲 而且现在还有所谓的 那个蛋蛋机 对不对 就是 已经一段时间了 对 这就是 呃 因为 本来呢 我们要在那个 手机上面 嗯 要播着 才能够随时听到 嗯 那后来 就有人说 这个手机这样子的话 好像很耗电 哦 把这个放到这个 SD卡里面呢 把它储存起来 然后有这样子一个机器啊 就一直的播放 嗯 那些人就把它带在身上 好 那天我们还有一个学生说 他从美国回来到高雄吧 嗯 那么身上带着一个这个 这个播放的机器呢 嗯 他走在这个菜市场 在买菜 嗯 诶 老远听到 诶 好像是 太阳顺德导师做的歌 诶 看下是自己的机器吗 不是 嗯 他就寻着那个声音 都都都去找 诶 就发现 有一位我们高雄的学员 也也是在听着我的歌曲 嗯 他们是因为歌曲而相认 说哦 都是超马的学员 哦 就突然在路上找到家人了 这样 对对对 蛮可爱的 真的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他的能量传递 是蛮奇妙的 有不过刚刚导师在访谈当中 有谈到 就是说 呃 导师在作词作曲的时候 都会看这个季节的能量的变化 所以是春夏秋冬 某个季节的能量会比较高 某个季节的能量会比较低吗 主要的话是根据当时 那场活动的主题 哦 来朝着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做的一些歌曲 嗯 但是每一首歌呢 它都是有某种正能量的传递 嗯 所以不论是市农工商 哦 它是听歌也好 或者是把歌 啊 放在他的店里或家里的播放也好 都发现了有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些故事发生 嗯 你比如说有些商家 他们以前没放过我的歌 那有人介绍他说 哎 你可以放放看老师的歌 他就放了 哎 原来有些生意不好的 他一放下去以后 这个客人就开始慢慢的跟他报道了 哇 然后他就觉得这是巧合吗 然后他把那个歌给关了 哎 发现客人就不来了 哦 然后他就把他再打开 哎 发现客人又来了 嗯 有些有些商家在做的实验 那么大数据来看的话 几乎啦 嗯 放了我的歌曲 好 这个 他的生意 跟他以前的相比 都可以看到有成长 嗯 而且有些 商家看到很大的成长 嗯 这是真正发展的事情 而且不是只有在台湾 在全世界各地 都有人在做这个实验 都发现有同样的结论 而且 那我就说有时候我们不迷信 嗯 我们就是做科学的实验 嗯 那我其实讲穿了为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一种正能量动振 嗯 而且有一次呢 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学员 一群人 带我去一家豆花店吃豆花 说那家店 嗯 认识很久了 嗯 然后说 味道还不错 嗯 我们是下午大概三点钟去的 嗯 结果去的时候里面没有一个人 嗯 我还以为他是 下午在休息 嗯 他说没有啊 都在开 但是就是没人 嗯 那结果我们就坐在那边呢 就有学员呢 把我的歌曲开始播 嗯 播放 嗯 诶 真的很奇妙 你就看到这客人开始 本来里面的桌子都是空的 嗯 就看到来一桌 两桌 哦 后来没有多久时间 它里面全部坐满了 哇 而且呢 来这个 这个 这个 外卖的呢 嗯 外卖还在排队 嗯 后来这个老板本来 之前还在跟我聊天 后来忙着根本 根本他在外面 招募客人已经来不及了 哦 结果 对 结果我们走的时候 我还特别跟着老板说 这个 说声再见啊 嗯 他都来不及跟我说了 因为太多人在在等着他外卖 哇 哈哈哈哈 你差这么多 太特别了 嗯 那这些日子以来呢 最近 我没有学员 也介绍着各种商家来播放我的歌曲 来帮助他店里面的这种气氛啊 营造 嗯 结果也发现真的很多的商家 因为播了歌曲以后 真的是生意 跟以前相比 这个老板的这个笑容啊 嗯 一直 一直挂在那儿 哇 一直感受到实在是 也是一种财富啊 对啊 遇到了我们的学员 就觉得也是他们的这种 生命富有之相 嗯 所以有些 有些商家也在了解 什么叫做超级生命运码 谁是太阳神德 嗯 也都在慢慢的 那个 阅读 或者是在 这个了解当中 就这样 所以音乐播出去 钱财就进来 哈哈哈哈 哇 真的是非常棒啊 我都说他这个 如果 我们音乐播下去 他的生意还不进来的话 那可能能量已经差到 只要不要太差 他的这个歌曲放下去 嗯 他这个能量一运转 嗯 他的生意就来了 是很多很多人的经验 如果音乐播出去 钱还不进来 就拜托导师到店里好了 哈哈哈哈 好的 能量可能需要更强大的 一股方法才有办法哦 好 所以在今天呢 来跟大家分享 这是音乐的力量 其实我们刚从前面开始谈 谈到现在 大家应该都很能够感受到 我们听的音乐 跟我们的能量 会有很大的关联 我们听伤心的歌 会变得伤心 或者是有一些 比较讲负能量的一些歌曲 它可能会帮我们 把我们往黑暗里带 所以选择什么样的音乐 它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心境 甚至呢 会为我们的生命 带来一些不同的影响性 所以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 都要特别的小心 那在刚刚导师说呢 我们在手机当中 也可以收听音乐 其实就有个APP 大家可以下载 里面有音乐可以来收听 就是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APP 在这个APP当中呢 你就可以听到 导师很多的创作 那另外如果大家有一些 精英会想要来参加 想要了解在全省各地的 精英会开课的时间 跟地点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粉丝专页 或者是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0255995439 0255995439的电话来做询问 那么今天的富足人生 100万单元 也再次感谢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顺德导师 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夏宇 谢谢大家 那么最后也来送上这一首 由太阳顺德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爱的呼吸 在这里呢 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见咯 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